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姐 水虎 上次给孩子买的药还有吗 怎么了 五哥发烧了 烧得烫手 还直说胡话 我去看看 别走 抱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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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抱怀 这都是小嫂子和女儿想的 阿门 别走 抱怀 抱怀 阿门 阿门 今天真漂亮 现在请问你点点什么 她请客 她点 太太 再等会儿再说 先给她来杯咖啡 那好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想求你帮个忙 求我 你也要求我这一天 少说风凉花 事成不会亏待你 好啊 我倒要听听你求我干什么 帮我送两个人去西门镇 什么人 亲戚 绝对是良敏 他们老家是西门镇的 这不水路疯了 被堵在上海回不去了 亲戚 该不是跟你鬼混的男人吧 行还是不行 给句痛快话 我没有办法 去西门镇只有水路 水路疯了 我有天大的本事 也开不了这疯啊 我知道你有办法 我凭什么帮你 再说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如果你能帮我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是真的吗 你自己看吧 上海到东门镇的良运 一直没动过 我可以让他们搭上量车 去东门镇 从东门镇到西门镇 水路都方便 即便都疯了 那么近 走回也走回西门镇了 那这么说你能帮我这个忙 不好说 算让我求你 你能让我搭一回车 我就让他们搭上量车 怎么样 这是礼尚往来嘛 再说你又不是什么黄花贵女 不就玩一会儿吗 走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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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能让他们两个人坐一辆车了 我天大的能耐 一辆车只能多塞一个人 你就别为难我了 再说 怎么地都能到东门镇 干嘛非得坐一辆车 好吧 那是听你的 明天下午两点钟 我让他们去婚姻站找你 别晚了啊 果实不厚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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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呢 我们真的可以回家了 对 我怎么能骗你们呢 东门镇 到了东门镇就离家很近了 对啊 我们怎么没想到这样走呢 哦 你们两个不能上一辆车 得分开走 到了之后再会合 行 只要能回去就行 我的好大姐 没看出来你还真有两下子 还不是看你们太想家了 这是林玄的名字和地址 你说好 好 谢谢你 苗峰 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那就什么都别说了 我走了 对了 明天我就不送你们了 照片好了 我放在这儿 你要想留就留着 要是不想留 就算了 我走了 我走了 五哥 五哥 不管我们谁先到了东门镇 都别乱跑 等着对方 别乱跑 别忘了 别忘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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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来 快点干啊 麻烈一辆 大哥 麻烦问一下 有辆货车三天前 从上海开到东门镇的 来了吗 来了一辆了 那辆是我做的 那是第一辆 我问的是第二辆 你问那辆车干什么 我兄弟在那辆车上 我等他呢 你不用等了 那辆车遇上土匪了 遇上土匪了 对 被土匪抢了 那人呢 人在车上没事吧 死了 车子都上了体架子了 人还能活 谁呀 谁呀 大瓦上了 别敲了 大哥 你 你没死啊 你才死了呢 我是鬼 我来捉你 你少废话 给我备酒压进 大妹 大哥回来了 赶快 赶快杯酒 赶快杯酒 破连 你是巴不得我死的 你小子没按好心眼 大哥 你慢点喝别枪着了 枪着总比挨枪子好 大哥 我是听镇工所的人说 你们碰上游击队人都死了 我替你去送死 可惜我服大命的 阳王爷不收我 大哥 要早知道你去鸦船 我打血不能让你去啊 好了好了 你再去做点菜啊 快快快 大哥 你慢点吃啊 大哥 我对不住你啊 这两天为这事 我和大妹心里可难受了 我大妹难受我心 你难受 得了吧你啊 我告诉你 胖年 从明儿起 我就满大街嚷嚷 说潘万年是大汉奸 给日本人送粮 别别别 大哥 可别 这是镇工所指派的 要不然我也不愿意 给小鬼子送粮啊 谁挣着不要命的钱啊 我明白了 镇工所肯定没少给你好处啊 你说说 你让我往这个通行证上 签字盖章 是不是拿着到镇工所去领厂啊 对了 通行证带回来了吗 你不说实话 你这辈子都别嫌要 成成成 怎么办 明天你带着通行证 咱到镇工所领钱的羊 二一天走五平分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反正我命不能白舍 再给我拿瓶酒来 大汉 再拿瓶酒 大哥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我送粮回来的路上 让新思军给劫住了 人家说 我给小鬼子送粮食 人家什么都知道了 我一看事不好 我就跳船了 船呢 让人家给烧了呗 我的妈呀 大哥 大哥 大哥呀 我在镇工所等你半天 你怎么不去啊 我没说上镇工所干什么去 不不不 领钱呀 什么钱啊 镇工所从来就没欠过我钱啊 拿你签过字的通行证 领剩下的钱啊 我 我改主意了 这说得好好的你怎么就 行行行行 你把通行证给我 你说你要多少钱 多少钱我也不能要啊 这是汉奸钱 不干净啊 不过那酒我得要 那是我应该得的 我告诉你啊 以后有这种事你也不会再叫啊 你把那三瓶酒给我 这事就俩清 你说真的啊 不 你再给我加一瓶鸭精酒 一共四瓶 鸭精酒昨儿你喝过了 不 给给给给给给 你把通行证给我 你得先把酒给我 我再给你通行证 我敢不给你酒吗 酒 你等着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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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能 đến 当季度雨 你必须又弄得 你不会是 你只能招壶 你 你有此人 你 拍招壶 我才能招壶 还可以招壶 你竟然招壶 你不招壶 你不招壶 我才能招壶 你 你有此招壶 你必须 你不招壶 我才能招壶 我才能招壶 你也不招壶 我才能招壶 你不是招壶 宫哥 宝华 宝华不要到处乱疯了 我要跟你洗脚来睡觉 二门 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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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吗 宫哥 真的是你回来了 真的是你回来了 宫哥 宫哥 是我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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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华 宝华 快看 这是爸爸 爸爸回来了 这就是妈妈 天天都跟你说的爸爸 快叫爸爸 快 爸爸 乖女儿 真乖 来 亲亲爸爸 爸爸 我打个电视 上 老师 你来 你来 我来 你来 这些年 家里还好吗 我做衣服挣的钱 可以养家 家里 大姐和水关叔 也帮助好鼓掌 水关叔 我对不起水关叔 你怎么了 水狐死了 是被鬼子打死的 被土匪 我们回来的路上 他的车衣上的土匪 就被土匪 这本书把他交给我 我没把他带回来 我自己回来了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水关叔 咱把水关叔接家里来住吧 他孤老一个 我们给他养老送中 也算替水虎尽孝了 这些年我不在 你受苦了 你在外面受的苦 比我还多呢 转眼爆发都那么大 我是不是老了 我是不是老了 怎么可能的 你永远都不会老 永远那么漂亮 我试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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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起来了 给我吧 我先拿上泡上 你去把早餐吃了 好 二妹 二妹 先吃饭吧 要叫宝华吗 不用了 让宝华多睡会儿吧 好 回家真好 吃得香 睡得好 瞧你说的 五哥 你在外面这么多年 就没找个女人照顾你呀 哪来的女人 其实也没什么 我不在你身边 应该有个女人照顾你 你看你竟说傻话 这么多年 倒是有个人照顾我 水火啊 对了 我得赶紧吃 一会儿得去水关书那儿看看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位林医生吗 我找水官说 水官 水官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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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二妹 你哪个男人洗衣服呢 大姐 五哥回来了 真的 五哥他真的回来了 那你这苦日子算是熬到头了 是啊 我日盼夜盼的 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 五哥他人呢 他去找水官输去了 五哥现在变样没有 变了 变得什么样了 胖了还是瘦了 我也不知道 这怎么了 好像不高兴的样子 我 没有啊 我挺高兴的 那我今天送小米啊 算是送对了 你知道吗 这可是新米 你今天晚上可以给五哥熬小米粥喝了 二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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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怎么了 你五哥回来不会傻了吧你 大姐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这怎么了呀 出什么事了 五哥在外面 五哥在外面 好像有女人了 五哥真的是你吗 五哥真的是你吗 十娘 是我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还担心见不着你了 还担心见不着你了 傻孩子 回来不是就见着了吗 瘦了 可是显着成熟多了 来坐下让沈阳好好看看 恩纯和三妹好吗 她们都挺好的 恩纯现在已经是团政委了 三妹还在后勤当了干部 对了 她们 马上就要结婚了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我还一直担心她们呢 担心什么 前两天 三妹来信说 问你回来没有 三妹来信 对啊 我也纳闷 为什么恩纯不写 让三妹写呀 听你说她们快结婚了 我也就放心了 人家现在不分你我了 对吧 对 她们俩都挺好的 哎 五哥 你怎么回来了呢 哦 我 我在那儿 带得有点不习惯 哦 那你回来有什么打算 反正哪儿我也不愿去了 等回头挣够了钱 我把诊所再开起来 除了这个我也不会看别的 上海光明照相馆 这是在上海照的 五哥 是在上海城的家啊 行了 你怎么不问问他呢 他不说 我也不好问 这孩子跟五哥长得还挺像 大姐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这五哥他既然不说 你就睁只眼闭只眼 装作不知道吧 哎呀 可是 可是我心里就像堵了一块石头一样 嗨 这五哥能回来 说明心思还在你这儿 就别什么事都放心上了 这女人长得还挺好看的 哎 大姐 嗯 这事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说啊 嗯 我知道的 二妹 二妹 今天帮手好了 哎 小爱娘 二妹 是五哥回来了吗 是啊 我看着就像他 不好了 五哥在街上被正公所的人抓走了 什么 五哥在街上被正公所的人抓走了 大姐 帮我照顾一下宝华 刘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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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叫我们家五哥 你们凭什么抓人 凭什么 凭我们手上有证据能证明他是共产党 你胡说 五哥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你们冤枉好人 我要见五哥 没工夫给你磨牙 赶紧走 不然把你也抓起来 不 我要见五哥 来 把他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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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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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让我见五哥 你还来啊 走 林秉坤 你还有胆子赶回西门镇 我没做亏心事 我为什么不赶回来 这是什么 你扣我的信 你来信说 辛子军救了你 还说辛子军 这也好 那也好 你是不是也参加辛子军了 信你们都看过了 你要问我干什么 我问你什么 你给我回答什么 别给我绕弯子 幸亏那个时候 没办法往家里寄信 不然的话 都寄到你这儿来了 少废话 你是不是参加辛子军了 我参加辛子军 我回来干什么 我说的就是这个 你回来的任务是什么 我不明白 听不明白 你这次一回来 就东游西转 学堂去了吧 码头去了吧 学堂我是去看我师娘 码头我是找水关叔 师娘 你师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也是共产党吧 我不是共产党 我师娘也不是共产党 他对我有恩我去看他不可以吗 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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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妹 怎么了 五哥回来了 我知道啊 他来看我了 不是 阵公所的人把他给抓走了 什么 我去阵公所 他们不让我见人 还把我赶出来了 好 别急 二妹 乡亲们 乡亲们你们都知道 五哥他是个老实人 他从上海到我们西门镇来开诊所 接见过我们很多人呢 镇政府不分黑白 把刚从镇长上打鬼子回来的 五哥给抓走了 他们这是无礼的行为 他们以后会随便抓人的 对不对啊 对 对 别吓唤了 我男人刚从外面回来 他在外面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请大家帮帮我 不要由着镇政府随便抓人 对 镇政府这样是不对的 他们不能随便抓人 对不对 对 乡亲们 大家跟我一块儿走 到镇公所去救五哥 好 好 好 走 走走走走 五哥 五哥冤枉 五哥冤枉 镇公所欺负人 镇公所欺负人 放了五哥 放了五哥 赶快放人 赶快放人 刘爷 捂好了 镇上的百姓在闹示威 让我们放了连家五哥 一群刁民 不嫌赖也让他们喊去吧 马上放人 马上放人 五哥冤枉 五哥冤枉 放了五哥 放了五哥 五哥是好人 五哥是好人 刘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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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哥冤枉 不好了 学堂罢课了 放了五哥 杜克的传宫也罢工了 他们还说 一天不放人 他们就一天不开工 放了五哥 刘爷 放了五哥 这事闹大了 可不好收场 放了五哥 放了五哥 五哥冤枉 五哥冤枉 五哥是好人 五哥是好人 放了五哥 放了五哥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我问你 五哥在镇上行医 他是个好人 人品更没地说 你们为什么要抓他 他刚刚打日本回来 你们却冤枉他 你们为什么要抓人 把他放了对不对 放了五哥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误会 纯属误会 我们请林家五哥来啊 只是核查一些事情 怎么会是抓他呢 那你们什么时候放人 对 什么时候放人 放人 放人 别激动 别激动 人我马上就放 大家不要误会我们镇公所 让他们快点放人 现在就放了 放人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静一静 我们啊 都是西门镇的街坊 我不妨啊 在这给大家说几句 知道外面为什么到处都在打仗 而我们这比较太平呢 因为我们不姓蒋 也不姓贡 我们姓汪 所以呢 日本人也不来骚扰我们 这份和平啊 是来之不易的 大家要珍惜啊 我们镇公所啊 是保一方平安的 这样呢 才对得起父老乡亲 我们请林家五哥来啊 纯属是例行公事 大家不要意气用事 回去该干嘛干嘛去吧 不行 你们把五哥放了 你们不能这样滥抓无辜 对不对 对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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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五哥 赶快放了五哥去 赶快放人 赶快放人 五哥冤枉我 赶快放人 放了五哥 赶快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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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哥冤枉我 赶快放人 放了五哥 赶快放了五哥 赶快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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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就是日本的走狗 厚颜无耻 国难当头 时局混乱 西门镇这么偏僻的小镇孤怯如此 可想那些深陷淋雨的地方 该怎么样啊 今天二妹表现得真勇敢 要不然啊 你不可能被放出来这么快 我 我也没做什么 还没做什么 你长这么大 我就没看你这么激动我 像青天学生一样 口号喊的 二妹 真没想到 你今天那么勇敢 我 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乡亲们都给五哥请愿去了 你为什么不去 你不也没去吗 起来起来我算账 那我是在给他们看宝华呢 连大哥都去了 都不去还亲戚 你们家的亲戚我可高攀不上 哎呀你别看了 再看你也成不了才女 我告诉你 别以为五哥这回能怎么着 真公所咱不是没打过交道 上回送粮的事 说是让咱挣钱 其实是让咱送命去了 这回几个老百姓一嚷嚷 真公所就能服软 那还能怎么样啊 好戏在后头呢 哎 我是真可怜这二妹 二妹这心得操到什么时候啊 哎 二妹啊 赶紧告诉二妹 让她抓两副十千大补的药 在家里背着吧 二妹是我们姐妹当中最能扛事的 要换了我 就光五哥在外头找女人生孩子这事 我就得趴下 什么 五哥在外面找女人了 没有没有我瞎说的 我算看出来了 你们姐妹三个呀 人家三妹厉害 二妹能干 你呀就会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了 这照片我都见着了 什么照片啊 就五哥和一女的 还有一孩子 一家三口在上海照的 真的 二妹她亲手给我看的 那女的还长得挺好看 你这二妹五哥也挺花的 这事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二妹她不让说 我才不爱理你们家那些破事 行了行了 我今天站时间长了 给我摁摁腿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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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是谁呀 晕倒在我们家门口了 去 把我的药箱拿来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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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刚才晕倒在我家门口了 怎么样 你好点了吗 我是路过去乡里的 走着走着 也不知怎么就晕倒了 是 天太热了 你是饿着了 有点中暑血糖也偏低 我也没什么药了 吃点人丹吧 来 去拿点吃的来 不麻烦了 不麻烦了 我现在好多了 可以走了 这有点钱 给什么钱呀 一点人丹 你把这些钱去买糖 吃完就有劲了 是啊 你把钱收回去吧 多谢了 你们真是好心人 没事 好 你 很高兴 好 你 你们 在这些灯下 我 我 很高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